想來請教張老師的是 日本和美國其實今年舉行的 環太平洋軍事演習當中 首次就存立危機事態實施聯合演習 由於這回軍演當中 其實有五枚的飛彈 大家都知道是 墜入日本專屬的經濟區當中 因此大家評估的是 日本在此刻公佈這項訊息 是不是有很大的牽制用意 當然對於這一套所謂的 存立危機事態的演習劇本 是否適用於台灣有事呢 美方的說法是 其實這將提高 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軍事應對 我想問的是老師你怎麼分析 我的分析就是說 日本跟美國的戰略家 經常在嘲笑我們 對於事情的判斷 其實是可以被蒙騙的 認為講幾句好話 就等於為我們幾顆政治搖頭丸 我要特別在這邊提醒 呼籲所有的 台灣的朋友以及台灣的鄉親 好好去檢視一下 岸信夫昨天的發言 這些所謂存立事態危機 就是英文的 Existing Crisis Status 從頭到尾 岸信夫到今天沒有講過 這個台灣這兩個字 也就是說他的哥哥 現在被刺殺 屍骨未寒的狀況之下 他們都已經忘記了當初 岸信所講的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到了現在經過演習都已經演習完了 都在這邊放馬後炮 請問一下這有什麼意義 至於美軍所講說 他們針對各種狀況的推演 我也可以非常殘酷的跟大家講 心動不如行動 心動就是我打算這樣做 等到真正事態發生的時候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最後就是信用破產 同樣的也是如此 我們今天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今天在東部的海域 人家所有共艦出沒的地方 就是前幾天 這個蔡英文總統 親自率艦出海 在那邊 展示各項武力 展示各項火力的地方 人家對岸共軍純心就在那邊活動 就是要打垮你的士氣 所以我們今天對於我們自己的反應 這個上面的高層 考慮到政治的利益 綁手綁腳 我們相互去接近 都有風險 但是問題是 能夠避免風險 靠著是相互的溝通的機制 以及海上行為的 這個相遇 無論是空中的飛機或者艦艇 相遇的行為選擇 那這要靠什麼呢 這要靠信心呼陷措施 而信心呼陷措施靠的是什麼 兩岸之間能夠溝通對話 建立和平協議 現在經過六年的努力 這個綠營政府已經斬斷了 我們所有跟中國大陸相互交流 以及能夠表達善意的機制 碰到的事情就在這邊操開 這個所謂的記者會 然後到處告狀 但是全世界的反應都非常是冷淡 各位 自己的國家自己就有自己的道路自己開 假如今天吳釗燮部長啊 他要是那邊願意講說 這個我們要一定要保障我們自己如何如何 我們多麼努力 我認為最明顯的他把他兒子啊 這個從美國叫回來 那就證明一切 那否則的話你今天在這邊外交部長講了個半天 你在這邊宣誓了半天 然後說我們有多少的大使去跟人家講 可是人家的反應那麼冷漠 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各位兩岸之間的問題是在於要兩根源是在兩岸沒有建設性的關係 假如我們今天這個沒有去發展建設性的對話關係 靠著美國人講幾句話 日本人講幾句話把我們騙了傳傳傳 這個建設是相當的淺薄 因為美國跟大陸之間從來沒有任何中線 美國跟前蘇聯也從來沒有任何中線 中線或者畫地你在那邊我在那邊 那都是一個假象 他們靠的是真正能夠相互通聯溝通對話 海上能夠避免這些危機 那有沒有失敗的時刻 有啊 美國跟這個前蘇聯的軍艦在黑海啊 還有撞起船來 但是呢也就是說你有好的機制 有防範的機制也要誠意的溝通 所以今天呢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說我們有那麼一條中線 別人不過來我們不過去 我們自己把自己綁手綁腳 讓我們的防疫重生不斷的壓縮 也不能擋住人家共機共建的這樣接近 與其在內否認人家沒有進入我們的林海裡頭 我只要講一句話 有一天人家真的開到金龍卡門口 或者在呢這個就是高雄港的防波堤外 然後呢讓每一個過往的商船都見到的時候 讓你完全沒有任何否認的這個就是餘地的時候 你又要是如何 所以我們必須要講 我們必須要想出一個方法 然後無論是經過這個對話的溝通 或者去展現我們的實力 甚至不期的要開火 那你都要想辦法 否則所有講了半天一直在否認 我們不能這樣子躺平啊 這個蔡總統所下的這個指示 就是躺平 各位讓我再講一遍 兩岸之間能夠維持和平 不能靠這個華盛頓支持 也不能靠北京施捨的善意 要靠我們誠心正義 挺起胸膛去面對北京 我們假如自己不能靠自己腳站起來 永遠啊就是站不起來 好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張靖老師一大早 對我們的分析解讀 非常謝謝您哦 謝謝米麥小姐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